新闻首先来关心法国人质挟持事件 在经过长达6个小时的备制期间 巴黎东部又发生了一起犹太超市 遭歹徒持枪闯入挟持人质案 反恐部队在两地同时发动攻坚 先后击毙查理周刊写案的嫌犯兄弟党 和超市挟持人质的嫌犯库里巴黎 目前还有一名杀紧案的女贤在逃 燕门盖达组织却扬言 要在法国发动新一波的攻击 周五巴黎不平静 在警方与血洗查理周刊的两名嫌犯对峙之际 巴黎东部一家犹太人超市 涉嫌杀死女警的凶手库里巴黎 手持AK47步枪射杀两人后 又挟持五名人质 随后警方击毙库里巴黎人质获救 目前还有一名女凶嫌在逃 此前大批警力在北部塞拉马恩省 一家印刷厂围捕杂志社恐袭案 两名凶犯萨伊德兄弟 有一名人质被挟持 在与警方通话过程中 两名嫌犯声称要做劣事 警方之后展开强攻 枪声和爆炸声大作 历经六个小时的对峙 两名歹徒在警方攻坚中死亡 警方表示在超市挟持人质的枪手 库里巴黎 与血洗查理周刊杂志社的两名枪手 同属于伊斯兰极端组织盖达 美联社报道说 库里巴黎扬言 如果警方攻入 萨伊德兄弟藏身的印刷公司 便会杀害人质 三天来的恐怖攻击 已经让法国笼罩在阴影中 夜门盖达组织甚至扬言 要在法国发动新一波攻击 新唐人记者月韬综合报道